因為我其實小時候 然後學校都會有健康檢查 然後那時候 每次健康檢查 健康報告其他都正常 就只有牙的部分 都會建議說 要帶牠去戴牙套 因為不然牠的骨頭 比較外凸出一點 就是我小時候常常都鼻塞 然後都是用嘴巴呼吸 所以我覺得 我應該是這個樣子 導致我這邊就比較凸 然後那時候小時候 醫生是說 你現在戴牙套的話 這個是可以推進去的 是 我媽也是不用啦 對啊 把你生得那麼漂亮 也還可以 這樣子就好了 只有長大就越來越突兀 那每個牙醫看到我都說 你這個就是要動手 說戴牙套已經沒辦法 因為你現在年紀太大了 我就說 我就是硬說 我就是付錢拜託 讓我戴牙套這樣子 然後那醫生後來是凹不過我 就讓我硬戴了半年之後 真的是推不進去 然後醫生就說你看吧 就叫你不要浪費錢 然後反正後來就是 沒辦法 因為要動手術 我也是諮詢了很多家 然後因為沒有健保 真的就是動不動 就要三四十萬 有的還甚至質詢到五十萬的 好貴 就是每一家價錢都 落差非常的大 然後術後的休息又很久 可是我覺得以前的時候 年輕做可能比較新 但現在的話就 你就不可能半年一年都不工作 躺在家裡 就沒有人養 然後醫美醫生就建議我說 因為我是這邊凸 他就建議我那個 因為我之前蘋果肌比較凹 然後他就建議我把蘋果肌打平 至少把它打平打凸一點點 他說這裡看起來就會比較好 但是目標還是很希望可以動鎮二手術 那我覺得你真的很還好 你剛剛都講成這樣了 還是我輕懷 你真的還好 真的 你真的還好 可是因為真的 你臉很小一個 你真的不需要 可是因為就真的在鏡頭前面 會很明顯 然後像我之前就是譬如說有去試 你不講我從來沒發現 你... 他講最大聲 因為你剛剛罵他 我反倒不想 你看 講最大聲 你說什麼都不相信 因為像我之前有去試 比如說去試一些鏡什麼的 然後都會立刻被嫌說 你這個比如說想要拍戲 但是都立刻被拍說 你這個太凸了 你這困擾應該就是接吻吧 會撞到 不會 沒有副成這樣 你看 他就是謠言的那個來源 沒有... 沒有 我可以想一下 我可以碰到人 他真的比較突然就碰到 你又沒親過 不然我們試看看 真不要 你真的還好 你真的還好 真的還好 之前戴的套之前是 吐寶寶牙 我也是那時候 幾歲戴 我當兵的時候戴的 對 我以前就是這樣 滿可愛的 但就是我兩顆門牙會很爆 因為我媽媽也是爆牙 然後我就想說當兵一年 然後把它戴掉 然後當兵戴一年之後 我覺得 我覺得我戴太短了 然後導致我現在牙齒很容易鬆動 你是戴那個鋼... 鋼絲的 因為想說當兵沒有人看到 牙齒鬆動 牙齒真的變超鬆軟的 那是怎樣 會咬東西嗎 沒有 我只要 譬如說我只要稍微啃一下雞腿 我今天牙齒就會稍微有點走位 好可怕 然後我在戴那個維持器的時候 我就覺得好痛 戴個時間不夠長 對 我戴個時間不夠長 就那個 我雖然一開始拉力 我給它拉非常大 然後我大概到十一個月的時候 要退伍的時候 我就叫醫生幫我拉掉 像我們家 我們家只有老三吧 因為牙齒比較排列不整齊 那時候我還記得 他大概國一國二就讓他戴 以前那個都是那鋼的你知道 戴個嘴巴都是破 很辛苦 那現在感謝你了嗎 當然了 帥的不可以 真的很值得 很值得感謝 自信心會爆表 真的 而且願意 剛才都不敢笑 願意年輕的 就小時候就讓小朋友 戴牙套的爸媽 真的是要萬分感謝 而且小時候戴只需要花個幾萬塊 像我現在長大 你看隨便就三四十萬 這次要叫我兒子給我看清楚 每天他剛剛說牙齒很重要 都不聽我的話 但是我想要再問一下醫生 因為像我牙齒之前是交錯的 然後我戴完牙套之後 所以我在現在下排校 我會有很多的漏洞 像這樣 鳳 牙鳳 牙鳳 就是我的牙齦之前好像因為 交錯的時候然後萎縮 然後現在好像沒辦法救 因為本來牙齒是擠在一起 那邊的肉就萎縮掉了 那牙齒排整齊之後 那個肉它不會平白無故 又突然長一塊肉出來 對 所以就會有一個 黑色的三角形 那這個怎麼辦 如果說真的很在意的話 我們會把牙齒做一些修模 把牙齒修小一點 然後再多出一點點牙縫 再把它關起來 那擠那個牙肉 就會比較不明顯 在戴牙套的時候就要修整 對 沒錯 不玩也就去掛號 對 掛號 真的 我也要掛號 因為我也是就是先矯正 然後再正二 然後最後矯正結束 我原本以為這樣子就結束了 可是因為我矯正之後 因為以前上牌很多蛀牙 還有抽神經 所以我的牙齒顏色很不一致 就是會有些補牙 一些黑黑的 然後或是抽過神經 那個牙齒顏色比較暗這樣子 所以結束之後呢 我最後還去做了就是全瓷罐 之前很 現在很流行 對 全瓷罐 這個是我就是正二矯正前的樣子 就是牙齒 而且那時候笑不出上牌 真的蠻亂的 所以要笑的話只能 全部一起笑出來 然後矯正之後呢 是可以笑出上牌了 可是很明顯就是牙齒 顏色不均以外還外飛 然後這個是我現在的牙齒 就是做完 做完全瓷罐這樣 而且顏色很自然 真的要感謝現在科技如此進步 真的 真的喔 好漂亮喔 而且整個做完自信就來了 因為以前這樣子的牙齒 根本就是不敢笑 然後也不敢跟人家講話 感覺你第一張照片 笑的時候就是會這樣笑 對 就是會遮住 對 現在就是隨便你給他大笑 我都沒有問題 那時候我做了一個月 因為現在有很多那種 一天就做好了 但我那個牙醫是做了一個月 就是先給你試袋 一些零食夾牙 比較仔細 一步一步慢慢來 因為他覺得這樣子可以做比較久 而且我想要調整的地方 就是到最後確定了 然後才裝上去 比較小心一點 全瓷罐是要把牙齒磨小 對 然後要磨小 把牙齒磨得像米粒一樣 然後就套 尖尖的 對 症二手術也不是完全沒有 沒有一些後遺症 或者是要注意的事項 像我們人就遇過一個 四十幾歲的女生 然後她來 法令紋很深 然後莫紋也很深 那我看了以後 我就問她說你以前是不是有 動過症二手術 就俗稱消骨手術這樣 我說醫生你怎麼知道 我說因為我發現 我門診裡面有一些病人 他很年輕 三十幾歲 四十歲 就出現法令紋 和末紋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骨頭 本來是L的衣架 你把它消骨了 你做症二手術消成M的 可是衣服還是大件的 我們沒有把皮切掉 沒有把肉切掉 所以當你年輕有彈性的時候 剛剛好漂漂亮亮 沒有錯 但是隨著歲月的推移 皮膚開始鬆垮 你的衣服變爛了 然後就會起早出現一些紋路 那也不是沒救 就是基本上 我們就是再把它灌飽一點 所以就是打一點玻尿酸 然後稍微把它撐起來 那有些病人會說 那好麻煩 每年都要來打 我就打一打 每年都要劍拆一次一次 要花一次錢 也有病人會放墊片 就直接在這個法令紋的地方 放一個永久性的墊片 它就不用每年來 那如果說 以比較積極的角度說 我如果說動過症 我希望我以後的皮膚 不要太早出現這些紋路的話 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擦一些 比較緊緻型的保養品 保濕的產品 然後一些抗衰老 讓它皮膚比較有彈性 也可以預防說 不要太早出現這些木耳紋 法令紋這些問題 不過我們還是要提醒 就是說症二手術 當然都是大家聽到很成功 可是其實你們自己在 就是有這個需求的時候 還是要親自跟醫生 討論 然後我補充一個 我自己遇過滿有趣的是 症二手術 剛剛手術完的時候 其實剛剛有講說要吃柳子 那其實柳子很辛苦 因為我有個病人真的很餓 他餓到 他真的很想吃牛肉麵怎麼辦 他就用吸管去 牛肉麵的那個麵條 一根一根吸 把它吸起來 然後他就覺得 他有吃到那個牛肉麵的感覺 可是他沒有辦法咬頓吧 沒有 他就用抿的 慢慢的在含 含那個麵條 感覺牛肉麵的味道這樣子 所以其實很辛苦 那個過程非常非常辛苦這樣子 所以大家還是 都要審慎的一個去評估 好啦 我們現在看看是什麼要黑歷史呢 我以前在高中的時候 高中是我最黑暗的時刻 那時候我超級愛打電動 放學我就開始吃東西 打電動 然後那時候胖到大概80幾公斤 然後我現在的體重是大概70 就這樣 還好嗎 還好嗎 這個真的還好 還是很帥 可能是我因為我 稍微就180 然後80公斤 就可能 就是你哥哥 也沒怎麼樣 就是你哥哥 沒有 那時候臉超胖的 而且那時候就是 就是大學要去漣漪 比如說跟朋友去泡溫泉 然後就一個大肚子這樣子 然後就很尷尬 我180 那還好 8080還好 就是後來就是覺得 這樣很沒有自信 然後也交不到女朋友 我覺得你包補很重 沒有人黑歷史拿那麼帥 照片 真的 你看我們這以前 長什麼樣的體驗 你把麻西放在哪裡 你看 對 我看透露都沒了 對啊 今天三個人是比誰 比較黑 你知道嗎 真的 我確定他都是片通膏 麻西說什麼實在 因為那時候我差不多80公斤 然後肚子 那時候也沒有身材 然後那時候我剛好 一直很想要進入演藝圈 然後就跑去電影公司打工 然後打工完那時候 那時候就剛好就是有個 製作人看到我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要讓我拍一部戲 就是有一個電影 有一個角色要讓我演 但是是一年後的事 然後那個角色是要 演一個那個樓道教練 然後身材要滿好的 對 然後他就說 給你一年時間 你做不做得到 然後我就說我做得到 然後我就開始練 我那時候也沒有請教練 然後練的是比較 我是看網路上教學 然後就說 就是練 然後我那時候沒有搭配吃東西 那時候就練的時候 就是有線條 但是沒有那麼壯 然後到後來我拍了 到去年我拍了一個雜誌之後 然後我就是請了教練 然後想說要用比較科學的 好好地秀一下身材 對 好好地秀一下身材 然後那時候就搭配練習 然後再加吃東西 然後我就覺得把身材練到 我自己覺得還不錯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我記得他的腹肌滿驚豔 對 真的 這就有差 這算黑歷史了吧 電腦做得最漂亮 真的 真的 你是不是認真電一年這樣 這是練 那時候是有 因為那時候拍戲的時候有底子 然後這是花一個月的時間 魔鬼訓練 就吃得非常乾淨 一個月就會練成這樣子 因為有底子在 他年輕人 有底子在 不是啊 你不可能一下就八塊 沒有 但兩個比起來 右邊在上面 的確是你哥哥沒有錯 現在可能稍微糊掉 我不相信 糊掉是什麼意思 大家現在看 因為過年會比較胖一點 就還是有了 很好耶 可是如果那個比起來 就還是有差 我聽到麻西的心跳聲了 有一點比較深 如果有工作的話 我就會逼自己 不讓自己的狀態到最好 然後以前就是非常放縱 就是很黑暗 看很值得演 有道教練 我先去看看 我可不可以翻譯 算了 你的長處不是這樣 你是臉帥 我當年也是這樣子 相信... 你那個年輕人逼什麼 我真的回應一下 我不想再看到 我想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一或者他私底下 是一個難搞的廢物 不要哭啦 看到第二公斤 就是現在 脖脖就站在這裡 你一直跟我公公的手 走入正常嗎 假設我有媳婦的話 我是OK啦 小姐不吸地 24小時不斷線 搶檔綜藝節目 熱映中搜尋 東森娛樂台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